大法谷节目 每到了寒暑假呢 就会有许多的大专学生 或者是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 加入就业市场寻找工作 他们因为没有经验 常常会有被骗失身 或者是失财这些事情发生 当发生这类问题的时候 他个人他的家人该怎么面对和调试 社会又该怎么样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呢 让我们恭喜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这样的问题呢 多半是因为没有经验 同时也在贪取好的 所谓优惠的待遇 广告里边都是非常的诱惑人的 希望年纪轻 希望大赚学生 或者是大赚刚毕业的学生来就医 而广告上面也没有说明啊 是什么样子的工作 这是呢 所以是比如说要找个什么秘书了 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呢 而待遇啊 优厚了 那么像这样子的一种广告啊 也没有啊 一定的所谓厂商公司的名称 那假设有的话 可能也是明不见经断的一些名称 也可能呢 根本呢 没有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地址 这是一个电话 联络而行 所以年轻的人呢 找优惠的工作是应该要了 但是呢 不要偷积不到啊 会生了一把米啊 也就是 就是贪图 优惠的待遇 结果啊 受骗了 那女孩子就是设生 男孩子就是啊 可能要丢到一份呢 这报名费 手续费 那这个钱就丢掉了 丢掉就丢掉了 那么像这种情形最好呢 对家长或者是对老师们呢 来讲啊 要跟自己的儿女 以及呢 跟自己的学生们呢 要灌输 说明 年轻的人 踏入社会 工作啊 应该要 注意啊 哪一些事项 那这个先要 做心理的辅导 先要做啊 就业的 这个观念上的辅导 我不是啊 这辅导的专业的人员 我不懂得如何的 辅导人去就医 但是有一个原则呢 就是啊 所谓优惠的待遇 所谓啊 非常好的工作的环境 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有优惠的待遇 那优惠这个好的工作环境究竟是什么工作啊 先要弄清楚了 再去啊 去报名 再去啊 从事与这项工作 否则的话 就很可能呢 一时做成千古恨 优惠的待遇 并没有拿到 反而失去了自己 而没有办法来向任何人伸冤 要伸冤已经迟了 所以是呢 这个利益啊 利益的诱惑 这是非常的可怕的 我们呢 不赦的钱 不应该拿的钱 以及呢 不合理的 所以优惠的待遇啊 最好不要想它 否则的话 你刚刚从大学比喻 说是要给你啊 十万块钱以上的约薪 什么 有这么好的 这个 这个运气吗 凭什么 他要给你这么多钱呢 那一定是一个陷阱呢 就是说 要非常合理 就宁可钱呢 拿少一些 而不要接受啊 那种诱惑的 这个 陷阱 那我们人呢 多半呢 一出 一出社会啊 往往往就希望赶快的 能够啊 赚到钱 或者是正在 苏甲期间 寒甲期间呢 利用 短短的 几个月 或者是几十天的时间呢 希望赚够了钱 应该用啊 一个学期 那么像这样子的一种啊 企图心 就是啊 要被上当的 要被陷害的 一种啊 因素 所以我 要讲啊 因果的观念啊 就是说 我们呢 要取得什么东西的时候 必须要先考虑到 我们付出什么 而能够得到的 是不是啊 成正比的 是不是合理的 如果 我们说付出的 跟那 他说 他说啊 给我的待遇啊 不成正比 不合理 那里面一定是啊 有问题 就是 唐一的 毒药 它是 包括的 那么漂亮 让你啊 觉得太好了 结果你一进去 你啊 就 狼若 虎口 你就 危险啊 就在面前 但你要逃 你来不及了 所以 年轻的人呢 你没有 度高的 这个 技能 你没有 多深的经验 怎么可能 拿到 这么好的待遇 所以是呢 不要 贪图啊 优厚的待遇 那是 最要紧的 然后呢 考虑 考察 追问 工作是什么 怎么样的工作 工作环境是什么 这了解清楚以后呢 那 就 不需要啊 上当了 如果一旦发现上当 马上 要报案 要告诉自己的父母 老师 或者是告诉警察 用法律途径呢 来处理 不要啊 踩下去一跤以后啊 永远踩到 爬不起来 等会儿 我没头发 啊 不要 军肚 我 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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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